欸 兩位有自己的那個曖昧對象 希望他們可以聽到歐 歐 歡迎收看音樂不類的線上訪問 今天呢我們音樂不類邀請到的兩位嘉賓呢 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 那說到跨界合作呢 是現在非常夯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的這兩位嘉賓呢 他們都是亞洲樂壇當中合作的熱門人選 一位呢堪稱是2021年最吸睛的合作對象 那另一位呢 他有女版方大童 還有R&B女神之稱 他們是誰呢 我們歡迎Gentlebounce還有朱兩吳卓妍 請說出你們最愛的運動 我很不愛動 I'm a young in general I'm a young in general I'm a young in general but I do but I do love tennis and badminton 那個網球跟羽毛球最近有 稍微打一下 最愛的運動是睡覺 Sorry 這個不是睡覺 這個不是睡覺不給你保管 我喜歡在公園裡走走的 你們享受曖昧的階段還是戀愛的階段 I'm a 曖昧 person oh 為什麼 It's just fun It's interesting to get to know someone you know 就是每一天你跟他們 hangout的時候 你可以學到一點新的東西 about them 然後那個時候是很exciting的一個階段 我比較boring 我比較喜歡戀愛 就是喜歡比較享受比較穩定的關係這樣子 對 那你們在看異性的第一眼 你們會先注意到什麼呢 我看手臂欸 哦 那有沒有 muscle 嗎 沒有 我看那個 青筋 青筋啦 Gentlebounce呢 就是看眼神嘛 Gentlebounce呢 Yeah 眼神 摩登愛情 恭喜這首歌成功的發布了 Yeah 好 恭喜你 就是跟我們來聊一聊 摩登愛情這首歌曲的概念呢 歌曲的概念是 用我們的想法來表達 我們認為在談戀愛的時候 然後什麼困難還是說不能 覺得很難說 對 也對 也對方說的是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在那段期間 很多話是很難在對方面前講出來 你可能會有很多一些想法或者是挫折 你沒有辦法那麼直接的講出來 And that's where I put it in the song Yeah I do the same 很多我自己的歌或是寫的歌我都是 可能沒有辦法講出來 我會憋在心裡 那我唯一可以讓他發洩的地方 是在歌裡面 那其實你們說到的就是 在談戀愛的那個階段 還是在曖昧的時期呢 就是有話不能夠直接跟對方說 我是覺得我都有啦 但這首歌是在講曖昧期間嘛 所以我覺得曖昧期間會有很多 oh does he like me does he nod does he feel this way does he not feel this way and all these questions 真的 很多東西 對 所以 放在放在歌裡面讓他聽到 OK 這樣子的話可能是 兩位有自己的那個曖昧對象 希望他們可以聽到 我的老公們 我的老公們 我的廣大的老公們 我的鄉民的老公們 I gotta let them hear it 當初是怎麼促成你們這一次的合作的呢 我們的管理 聯繫到 也有機會 機會合作了後 就是把這首歌傳作到 給大家聽到 那這一次一起合作了之後 兩位感覺如何 it's a great song 我很喜歡這一次的歌的風格 歌的曲風 and um 對對對 然後也是一個男女情歌對唱 love it 我就是覺得這首歌是太好聽了 太好聽了 你自己寫的 寫得太好了 那這首歌其實是你們兩位一起創作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各自把自己的想法list下來 然後你們之後再討論嗎還是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對啊就是用點訊還是用那個video call 就是在 Julia錄唱的時候 我也是在用電腦來加入那個 錄唱的session 嗯 那這一次呢就是 Julia再次稍微的就挑戰了 這種甜甜的男女情歌對唱嘛 這一次的合作心境上 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嗎 其實就很放鬆的一個狀態去唱它 因為也不是一個很需要很punch的感覺 或者是很動力的一個感覺 其實我就是舒舒服服的 把這些歌詞傳達出來 對 因為譬如說之前有一些collaborations 然後是歌手合作啊 或者是那個beat會比較重拍子一點 但是這一次就是一個很chill的一個vibe and I absolutely love that 就像你平常要出去工作 然後你回到家你需要chill一下 You put the song on I would 然後我就是帶著這個心情去唱的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感覺到 relax那個感覺 對 就是放鬆了之後 真的的確很需要一首這樣子的歌 讓自己好好地relax一下這樣 那這首歌曲呢 你們一起合作的就是叫做 born with love 所以你們認為怎樣的愛情 是最mold on the love 在instagram就是不真的 不真的愛情 Oh I like that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如果沒有IG公開就不是real love Right Is that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es I want 可是我在開玩笑而已 No I love that dog That's so true 就现代人会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就是如果你没有公开的话 就担心说 他会不会是 其实也有其他的另一半 所以不想要公开这样子 可能吗 或者他还想要有多一些的option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现象 我的确我又是没有朋友 会是这样子的 but我自己是 没有在走这个路线了 就会这么的高调 就低调 毕竟你是艺人啦 需要低调一些 我会觉得 even if我今天不是艺人 我应该也不是那种 很in your face 要跟所有我身边的朋友讲说 this is who I'm dating 我应该比较chill一点吧 如果哪一天 Julia就是谈恋爱了之后 会告诉大家 你已经谈恋爱了吗 我想要讲的时候我再讲 因为yes 我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我会觉得 我自己的事情 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I don't really have to tell anybody about it you know 我爱一个人 我是互想把他拉进这个世界里 嗯 很保护好对方啦 其实也是保护他的一个方法 如果想要对正在谈恋爱的人 说一些话的话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崇高吗 没有啦 就是听这首歌 然后出去约会的时候呢 在车上就开着这首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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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上放这首歌我觉得很有感觉耶 非常曖昧 那其实两位呢你们在去年就推出了专制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了 所以今年的话可不可以就是各自分享一下你们今年还有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两个就是刚刚出了自己的套套 所以我本身就是要慢慢来创作多一点 希望能写好的把它录到 OK了 慢慢来一天一天来 我应该今年还是会有新的一定是会有新的作品啦 不知道是从是以EP的方式或者是套套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到时候再想这一块 but也希望今年如果疫情是control的话 希望可以再开演唱会 因为我去年很lucky又开了两场 so hopefully我可以今年再开一场把新的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拿出来给大家听 然后也希望Someday Me and Gentleman可以把这首歌现场的唱给大家 那两位未来还有机会一起合作吗 我觉得一定会啦 因为这一首歌其实出发点跟整个concept跟概念都是Gentleman's的缘出来的 我其实只是延伸它的一些讲法跟灵感 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我这边有适合的歌的话 of course I'll get it right 因为彼此你们两位就是合作的非常的愉快 所以希望下一次可以再次有更多的作品来给大家 好 今天非常谢谢Gentleman's还有Julia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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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